随着新冠疫情的恶化 印度疫情的应对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不仅确诊病例还在不断增加 医疗系统几近崩溃 就连医护人员的基本待遇都得不到保障 据印度媒体报道 首都新德里的医生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新德里医生协会本来打算在本周一举行大罢工 而且在政府支付工资之前都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心软了 推迟了罢工 接着给政府下了最后通牒 医生协会发言人说 我们今天之所以推迟罢工 不是为了别的 是为了那些还躺在医院里的病人 病人还在病床上等着我们 我们给政府一星期时间 如果一星期之内还不给我们发工资 那么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进行无限期罢工了 事实上 印度医生协会此前已经给政府发过罢工通知 呼吁当局想办法给他们支付工资 以后也尽量避免出现拖欠医生工资的情况 但是新德里当局却无动于衷 他们大概吃准了医生们有医德 不会放着病人不管 所以没把医生的罢工通知当回事 印度疫情的严重程度 全世界有目共睹 庞大的人口 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 混乱的防疫政策 这些都是疫情失控的原因 印度的医疗系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经常出现医疗用品短缺的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 印度医生面临的挑战几乎比其他国家的医生都要大 而且还冒着感染新冠甚至丧命的风险 据印度医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全国已有500多名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医生 因感染新冠肺炎而过世 其中有171人处于50到60岁 200多人处于60到70岁 而66位是在70岁以上 协会批评中央政府忽视前线医护工作者死亡的情况 并要求给予他们劣势荣誉 另外 疫情给长期处于高要求环境中的医护人员 带来多种心理压力 一项针对医护人员的调查发现 四分之一受访者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 三分之一的人患有失眠症 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 长时间与家人分离 和对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弹忧 印度医学协会表示 印度因为新冠肺炎感染而丧生的医护人员 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多 尤其在公立医院 医生的死亡率是普通公民的四倍 据悉 印度中央政府宣布的总理疫情应对方案 承诺提供所有前线医护人员总额500万卢比的保险 但该计划最近已延长至2021年3月 印度政府这些迷惑操作 只会让更多医护人员寒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